全影片廣 查了先廣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在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要提醒大家 在我們節目最後會有抽獎環節 參與方式亦是非常簡單 首先要數數節目的移文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然後將答案發給我們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送出的禮品 大家一定要踴躍參與 好了 言歸正傳說回我們今天的話題 現在已經是冬天 整個人都會覺得很乾燥 大家看看琪琪現在的手都是乾燥燥的 平時都不知道要用多少潤膚露 才可以滋潤 有時候就連我們的鼻孔裡面 都會覺得非常乾燥 嚴重的時候還會出現紅血絲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人會選擇使用加濕器 來增加室內的濕度 這樣的話可以令人感覺到更加舒適 同時呼吸也會順暢很多 不過最近不斷地流傳這樣的傳言 就說到使用空氣加濕器 是會引發酵喘病等等一系列呼吸道的疾病 嚴重的話還會引發肺炎 說到這麼恐怖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室內比較乾燥 所以呢我們就是就開了這個加濕器了 但是現在感覺這加濕器一開了之後吧 比以前更難受了 現在這早上起來 這個孩子也是一直在咳嗽 嗓子就是比較乾 然後有時候會有痰 嗚嗚嗚嗚嗚嗚嗚 有鼻子還不通氣 經常使用的空氣加濕器很容易滋生病菌 通過吸入此類帶有病菌的氣體後 容易引發支氣管炎和肺炎等疾病 如果所使用不當的話 也可能會給您的健康帶來不低影響 甚至還會誘發疾病 調查人在網上搜索加濕器 呼吸道疾病等等字眼 發現眾多網友有類似的言文 用了加濕器 感覺喉嚨更加不舒服了 是不是需要用加濕器的原因呢 而且還有很多人害怕的就是 2011年加濕器導致韓國四名孕婦死亡 正是加濕器添加了殺菌劑導致肺部損傷 2013年布田的小貨子 由於使用不潔的加濕器一個月感冒死痴 2013年陸安三宗的女童 因為房間使用加濕器引發加濕器肺炎 2015年現台五宗的女童被診斷為加濕器肺炎 看了那麼多加濕器致病的案例 真的看到我心驚驚 其實之前降溫的時候 我自己也買了一台加濕器的 大家都知道女生最怕皮膚乾燥的 我就打算放在辦公室裡用的 不過看到網上捨得那麼可怕 我在想還要不要繼續用呢 不知道網上所說的是否真的呢 我相信電視機前的各位觀眾朋友 心裏面一定有很多疑慮和擔憂的 不要緊要 跟著我一起調查事情的真相 首先我們會向專家了解一下 烤喘病到底是有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它跟加濕器又有沒有必然的聯繫呢 為了解答這個問題 我們請到廣州仁愛天河醫院 內貨主任醫師吳瑞平 烤喘是人體免疫變態反映的一種疾病 因爲烤喘的原因 誘因是多方面的 好像感染 感染裡有細菌、病毒、資源體、醫源體等等 特別是在花粉的季節 亦有不少的人 由於吸入了花粉引起烤喘 在養了寵物的一些人 吸入了皮毛 寵物的毛也會引起烤喘 特別是在環境污染的粉塵 亦會引起有發酵喘 根據專家的介紹 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我們吸入了空氣當中的火粒 又或者是粉塵類的東西的話 就很可能會造成我們呼吸道的堵塞 又或者是感染的後果 不知道我們平時使用的加濕器 又會不會對空氣當中的火粒 又或者是粉塵有沉降的功能呢 如果會的話 是不是就證明了加濕器有淨化空氣的作用 而不是引起烤喘呢 傳言真與假實驗利說話 我覺得在實驗開始之前 很有必要和大家普及一下 加濕器的工作原理 所以現在我就來到廣州大學物理實驗中心 找江老師和大家解答一下 我們現在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加濕器 它主要大概分成兩種的工作原理 其中一個是比較傳統的 它就將這個水通過一個發熱絲 加熱到100度 然後使這個水蒸氣自然揮發 如果我們加一個風機將水蒸氣 輸送到空中 這個就形成一定的濕度 另一種加濕的原理 它是稱之為 超升波震蕩加濕 超升波震蕩器 它可以使這個水 冒化成1至5微米 這麼小的一個超微粒子 這個超微粒子 如果通過風機輸送到空氣中 它就可以使這個空氣的濕度增加 加濕器的工作原理 大家現在都清楚了 那我就廢話不多說了 立即開始我們今天的實驗 在現場我們就已經準備好一些道具 一杯純淨水 香爐 檀香 和一台普通的加濕器 我們都知道 檀香在燃燒的時候 是會產生煙霧的 煙霧當中是會帶有粉塵的 我們就會用這個 來模擬空氣當中的粉塵 另外我們還準備了 這個乾燥的玻璃箱 和它的蓋板 就是模擬一個比較細的空間 同時也都方便我們觀察 這次實驗的情況 是真的可以看到有粉塵的 實驗過程都足夠了 是真的可以看到有粉塵的 實驗過程都足夠了 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 燃霧四處游動和門門下降的狀態 亦就可以說明 加濕器是可以令到空氣當中的粉塵沉降 不是空中漂浮 因此我們是否有理由相信 加濕器是可以剩下一定空間內的空氣 而不會引起哮喘呢 這是可以加濕器在霧化過程裏頭 能夠釋放大量的負離子 它能夠迅速地增加室裏頭的濕度 潤化乾燥的空氣 和能夠使空氣裏頭的飄浮的煙 煙、粉塵使它沉澱 能夠有效地去除油漆的氣味 霉味、煙味和臭味 使空氣更加清新 通過上面的實驗 我們就知道加濕器是有淨化空氣的功能 有人會說 我們是否應該經常靜 而且長時間地使用加濕器呢 這樣的話 我們所處的環境 便會相對乾淨、健康一些 相信很多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都會有同樣的想法 當然也包括我自己 都覺得這種說法好像挺有道理 但是還是那句說話 傳言真與假實驗利說話 我們說了不算 還是要做實驗來嚴正一下 調查人在實驗房裡面 測試了實驗開始之前 室內的濕度 用作空白對照數據 然後再在同一個地方 放置加濕器、體同運行 在它開始工作幾個小時 兩個小時和四個小時的不同時間內 分別測試實驗房裡面的濕度 記錄不同的濕度數據 經過這次濕度的檢測 結果就出來了 在實驗前這間實驗房的濕度 就是55% 一個小時後濕度就變為66% 兩個小時後就上升到78% 四個小時後濕度就去到84% 從這組數據我們可以知道 室內的濕度是跟加濕器的使用時間長度成正比 隨著使用時間增加而增加 雖然我們就證明了加濕器的使用時間越長 室內的濕度就越高 問題來了 是不是就一定好呢 室內的濕度越高 資深的細菌會不會更加嚴重呢 大家都知道 越是潮州的地方 越容易產生細菌 這個道理會不會同樣印證到 加濕器的使用上面呢 不夠那麼多 做個細菌檢測來驗證 現在調查完就先在實驗房 做空白對照的細菌取養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個就是空白對照 其實在剛才我們對這間實驗房加濕之前 就已經進行了細菌取養 接下來我們會按照同樣的時間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四個小時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濕度的情況下 對這間實驗房進行細菌取養 我們的調查完就啟動了加濕器 令它工作到相應的時間段之後 再進來放置細菌取養桿 等待十分鐘 收窄空氣當中細菌含量 再將取養桿密封裝好 以此將三個時間段的細菌含量取養完成 現在我手上拿著的這些 就是在不同時間、不同濕度 收集回來的細菌養品 現在我就會將它們送到 專業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專業的檢測機構進行檢測 我們委託專業機構培養的細菌檢測結果也出來了 結果顯示在不同濕度的情況下 檢測出來的空氣細菌含量也不同 空白對焦是18CFU 一個小時之後變成65CFU 兩個小時是120CFU 四個小時是287CFU 通過以上的兩個實驗 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知道 加濕器長時間地使用 除了令到濕冷的濕度增加之外 總會令到細菌滋生和繁靜 所以大家在使用加濕器的時候 記得就不要用那麼久了 一般使用加濕器 是三個小時左右就可以了 一定不能夠持續地使用加濕器 因為過高的溫度和濕度 會影響人體和環境的水分的平衡 使人感到屈悶 溫濕、混濁的空氣 很容易產生細菌 同時引起細菌可以繁殖 不利於健康 唉!原來加濕器是不能長時間使用的 唉呀!差點不到大家 唉呀!真是不好意思 不過大家現在已經搞清楚了 所以其實在這裡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使用加濕器的時候 千萬不要用那麼久了 當自己感覺到室內的濕度 已經是適宜的濕度的時候 就可以停止加濕器的工作了 唉呀!我忽然想起 我之前考慮買加濕器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建議我買香氛型的加濕器 因為他們說香氛型的加濕器 不單止可以保濕 而且還可以令到室內充滿香氣 舒緩神經 我在想不知道是不是香氛型的加濕器會好些呢? 現在我們就要開始做實驗了 我們要比較一下普通的加濕器和香氛的加濕器 它們的保濕效果哪一個會好一些 待會我們會將兩台加濕器 分別放在1號的玻璃箱和2號的玻璃箱裏面 工作10分鐘 10分鐘之後我們再來測試一下 密封的玻璃箱裏面的濕度是多少 現在在實驗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兩台濕度計所顯示的濕度都是52 這個時候我們要將這個度數記錄下 這裡的濕度計 con大約 現在是稍為總共進一塊 這裡的濕度計畫 這邊的濕度計畫 我們把這個細哲學 現在是稍為相同的 整個玻璃箱裏面的濕度 還是油肌 誰會特別的濕度 承知 所以我們會用這把 我們也會把操你 每次從 兩片的濕度計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它們的濕度是86的 我們要將這個數據先記下 再來看看2號的 放了普通加濕器的玻璃箱 它的濕度是多少 也是86 從剛才我所登記的這個數據來看 它們的濕度也是86 也就是說它們的保濕效果都是一樣的 但是當我打開一套玻璃箱的時候 就會聞到整股很濃郁的香味 難道新聞當中所提到的 香氛加濕器連容三晚 女子酵喘病急發的這個兇手 就是這種香氣? 奇奇在實驗當中發現 香氛加濕器會微慢作一種很濃郁的香氣 聯想到之前的一則新聞 於是她就大膽提出一個猜想 引發呼吸疾病的兇手 其實就是香氛加濕器裡面 所散發出來的香氣 本著實驗出真相的原則 奇奇就設計了以下的實驗 我們這次實驗 就需要用到健康的小白鼠 大家看我手上這兩隻小白鼠非常之健康 你看它動來動去很生猛 等一下我就會把這兩隻小白鼠 分別放在我面前的兩個玻璃箱裡面 這兩個玻璃箱我們也做了標記 分別是1號的玻璃箱和2號的玻璃箱 然後我們會把香氛加濕器放在1號的玻璃箱裡面 而2號的玻璃箱不放加濕器 作為空白對照用 我們會等1號玻璃箱裡面的香氛加濕器 工作30分鐘 期間我們會觀察這個小白鼠的狀態 謝謝大家 現在兩隻小白鼠都已經放在兩個玻璃箱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要調配香薰蒸油 在整個過程當中1號小白鼠不斷掙扎動 還咬加濕器的充電線狀態就很急躁 而2號小白鼠就沒有什麼移動 難道真是香氛的氣味自己到1號的小白鼠? 它含有添加劑的一些化學成分 對人體的呼吸道是有一定的刺激性 特別是對原先有慢性的呼吸道疾病的患者 特別是哮喘的病人 是一種誘因 它是誘發哮喘病的一種原因 專家還表示 在氣溫突降的期間 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下降 細菌病毒就會乘去而飲 其中加濕器當中附加的化學添加劑揮發出在空氣當中的熱物 就會加重呼吸道的負擔 所以在使用加濕器的時候 應該添加清水或溫水 同時還要注意房間內白天保持通風 科學預防呼吸疾病 原來是這樣的 香薰加濕器的氣味 很有可能會對我們的呼吸道產生刺激 我是不是很聰明 是不是很有做偵探的潛質 請叫我做福爾摩師奇奇 奇奇奇,你自然這麼聰明 試問你有沒有知道 哪些人不適合加濕器 呃…這個… 我還是來請教專家 神秘人到底是誰呢? 又是甚麼人不適合使用加濕器呢? 加濕器用得多 那你又有沒有正確使用呢? 不要走開,下次回來告訴你 是誰呢? 上一節我們調查到 空氣加濕器有淨化空氣的功能 但就不適合長時間使用 香噴加濕器的氣味 有可能對呼吸道產生刺激 神勇 傳言片廣,查了先講 歡迎大家回來第二節的生活調查團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想參與 我們節目最後的抽獎環節的話 記得要數數節目的移文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那在上一節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證實了加濕器是可以淨化空氣 使用得當的話是不會引發酵喘的 那我們應該怎樣正確使用加濕器呢? 接下來一一為你記曉 我們使用加濕器的時候 要保持室內的清潔 避免傳染源 加濕器要經常清洗 換水 室內的濕度達到50%左右 就可以了 因為在這種濕度的條件下 人體是感覺最舒適 各種的病菌不容易傳播 潮濕的空氣會加重關節炎 糖尿病和心臟病的病情 一般不建議這些人使用 特別是孕婦、老人和小孩都應該少用 專家還特地提醒 尤其是要避免直接把自來水倒入水箱 正確的方法就是把水燒開 等它冷了之後再倒入水箱 有條件的話可以把純整水燒開 等它涼了之後再加入 效果會更加好 還有前面所提到的一點就是 最好不要使用有氣味的加濕器 或者在加濕器當中 放任何的添加劑 在這個時間我們先來總結一下 本期的節目內容 平時我們家使用的空氣加濕器 是可以淨發空氣 添加濕度肌 但是不可以使用過長時間 因為時間越長 就會滋生更多細菌 還有就是經常要清洗加濕器的內部 最好不要使用有氣味的加濕器 或者在加濕器當中 放任何的添加劑 好了調查到這裡 相信電視機前 連各位關心加濕器 是不是會引發烤喘的朋友 都已經清楚了 我們都知道加濕器它好處很多 但是一定要使用得當 好了 接下來又到了萬眾期待的抽獎環節 數碼答題獎品就來 只要數數節目的移文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姓名、地址、電話 和聯繫方式發送到我們的微信號 最快答案問題的六位觀眾朋友 就可以獲得由廣州應金錢 企業集團公司送出的 魚燈頭一份 好了 馬上來看看今晚的問題 今晚的問題就是 哪種類型的人群不適合使用加濕器 有關節炎、糖尿病和心臟病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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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適合的人群 知道答案的觀眾朋友 請掃描屏幕上的要揚碼 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以答案、姓名、地址和電話方式 發送到公眾號 最快答案問題的六位觀眾 就可以獲得由 應金錢企業集團公司送出的 魚燈頭一份 獲了名單 將會在下星期一的 微信公眾號頭條公佈 節目最後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生活資訊 記得要關注 生活調查團的微信公眾號 下期同樣時間 記得要知道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拜拜